我国华人新村成立于1950年代 至今已经有70年的历史了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积极鼓励新村发展 新村发展部最近也透过了一个名为 新新村的概念来协助发展新村 房地部特别事务官蔡依林就透露 这项概念计划除了着重在硬体建设 也希望达到活化新村的效果 例如要在社区内打造一个属于所有人的公共空间 达到跨族群、跨界、跨领域等各方面的合作 赋予新村新的生命 来看报道 无论是传统新村、重组新村或渔村 华人新村在我国土地扎根已经超过70年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特别事务官蔡依林透露 新村发展部接下来将推出一个概念主题为 新新村的发展计划 房地部提倡三大发展面向 包括社区教育、强化妇女活动 以及环保社区活动 希望说大家以另外一个新的视野去看这个新村 就是新村是有特色的 新村是有美好的价值的 然后新村是非常有温度的 除了发掘新村的特色与价值 也提倡多元发展 除了村民本身 民间艺术团体或有族同胞 也欢迎一起共同使用公共空间 例如图书馆 以达到跨族群、跨界、跨领域等等方面的合作 迈入科技时代 为了向更多人推广新村特色 几位年轻人就突发奇想 正在研发一款手机应用程式 这也是首次您可以使用一款APP 就能够了解全马各地新村的特色 软件创办人刘俊豪 他本身来自新村 他和团队希望透过自己的科技专长 协助乡村发展 有一个平台可以把游客引到来乡下 然后再从这里我们去推动旅游业 然后去带动一个乡下的经济活动 我觉得现在的旅游 他们不只是想去看一些高楼大厦 他们反而想去接触一下本地的本土的文化 官方资料显示 大马共有613个华人新村 在新村辉煌时期 总人口更是多达168万人 相等于每4名大马华人 就有1人住在新村 现在许多的年轻人都到城市里去打拼 讨生计 那新村的这个人口老化现象也越来越严重 有些老化 有些年轻人就想往外 他们有些职业 在外面职业买屋子 因为他以前可能是没有一个规划 这边有些新村他们就把它当成是 给人家做store 做工厂 影响他们的企机生活 所以有些人就不太喜欢这样的环境 至于居住在关东新村多年的居民则表示 新村发展近几年都有受到关注 基础设施也提升了 外面来很多 中间就是一个小路来的 那边不同的 财政部部长林冠英在2019年财政预算案中宣布拨款8500万令吉给新村发展 而房地部部长祖来达稍早前也宣布 全国新村将会获得1万令吉的制度化活动基金拨款 希望新村得以永续发展 发挥新村的独特价值 NTV7 许文杰采访报导 郑坠北京章市至远以上在aced就会访问 一路比赛众期金拨款